这是OPPO刚刚发布的Findex 6 Pro 一台宣称可以撤离改变你拍摄习惯的影像旗舰 到底有没有在吹流 我们来看一下 我收到的这台叫做大漠音乐 它上半部分是银色的金属 而下半部分则是小羊皮纹里的素皮材质 不仅视觉上层次感分明 过持起来的手感也是相当的温润与舒适 在影像方面 Findex 6 Pro突破性的采用了超光影三主射设计 超光影的意思是画面不会因为过度的计算而充满数码感 看起来很平 而是通过中式还原自然世界的光影关系 让平面的照片也能获得空间感 而三主射者意味着你在拍摄时 无需刻意考虑用哪枚镜头 因为每一枚都很运和 即使像我现在这样 手持用它的超光感前往长焦拍夜景 画面也依旧明亮和清晰 另外用三倍镜头拍人像 这样的效果其他手机没有吧 有了好照片 好屏幕也同样重要 OPPO Find X6 Pro采用了一块6.8英寸的动态超光影评 不仅支持Pro XDR显示 对光源 天空等高光区域进行高亮显示 实现最高8倍的亮度提升 而且整块屏幕的峰值亮度更是达到了2500尼特 即使在强光下也能有很好的显示效果 另外像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 100瓦的超级闪充 这些都让这台旗舰几乎没有短板 说它是今年当初无愧的OPPO机皇 你同意吗 评论区告诉我